吐司 吐司感覺很像是口感很像那種生吐司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個的話很特別這個是 章魚燒板的尖角耶超漂亮的 你有看到地瓜球加肉鬆 花生粉 然後這個是加煉乳跟巧克力 大家好我是德瑞克 這次要來連吃四間台中省境新村 最近有拿幾個火紅的人氣美食 分別是有的濃郁奶油香味 並且是現點現烤Q彈又扎實的生吐司起司招 再來的話 口味超多的這個冰花煎餃 不僅皮酥脆以外 它牛肉內餡的肉汁多到使人噴了 你看噴出來 再來是許多水果口味的甜甜圈 它不僅好拍又好吃 最後是這個超巨大的黑色滴瓜球 居然還有搭配肉鬆美乃滋的口味 我們走囉 那我們這一間的話是叫咪呀咪呀 這個是剛好在省紀新村旁邊的巷子走進來 然後旁邊大家應該會發現這個是一個陌生的臉孔 完蛋了我回去一定會打死 我們特別找了那個非常美麗的店員 叫什麼名字? 新河 我們來介紹一下 它家的最有名的是這個起司燒 然後搭配的是冰的玫瑰紅 我們剛才在裡面看它是現烤的 然後整塊是又Q又彈 然後大家都應該不會想看我吃 應該會想看你吃 它外面那一層的起司是甜甜的 它本來我本來以為是鹹的 它是甜的 然後烤的香香的 然後很香的那種奶油味 裡面的那個吐司感覺很像是 口感很像那種生吐司的那種感覺 它水分比較重 吃到後面的話它現在是鬆軟 但是吃到後面它會有點Q彈 有點那個筋 筋到出來的感覺 還不錯 上面那一層 這一層 那一層吃到最後還有一點焦焦的感覺 還不錯 好啦那今天這一次我們會拍四間 在省紀新村附近這邊 最近新開然後網路上討論 都非常火紅的美食餐點 好啦我們的餐到齊了 這一個的話 高麗菜豬肉配蔥 上面感覺還有淋一些醬 然後這個的話很特別 這個是章魚燒版的煎餃 超漂亮的 章魚燒口味的煎餃 它們有美乃滋 台台跟柴魚 吃吃看 它裡面那個牛肉的 這個是牛肉餡 牛肉的味道很夠 哇 很香喔 醬爆 醬爆啦 牛肉餡了 哇它也在滴汁 它旁邊皮是薄的 底下是脆的以外 它上面那個捏起來的那個地方 又有帶點嚼勁 現在有點像老麵皮那種嚼勁 好吃耶 這家赤脚眼索不錯 好 我們等一下去下一家 它是賣甜甜圈出名的 然後我們又點了它一個這個 手絲豬肉三明 來吃吃看吧 先吃吃看這一個好了 嗯 好吃耶 它的那個柳橙的皮是整個已經 跟糖已經煮到軟掉了 不會酸 就是清香甜而已 然後你看上面還有一點點那個 柳橙的糖漿 然後裡面是那種 很多層鬆軟的那種 甜甜圈 哇它卡士達醬好好吃喔 它卡士達醬 不會太膩 很清爽 然後奶醬味很夠 但是不會太甜 甜甜圈外層啊 都是有裹一層 糖漿 然後裡面的話是屬於 比較有一點紮實又鬆軟的那種 讓香可送 這件這個很好吃 我們男生當然喜歡吃鹹的 所以這個是 它有點像是 弄得像是那個 古巴三明治的感覺 弄鴨烤的 噢 它真的好脆脆 然後裡面就是手絲肉 嗯 而且另外還有起司 那個網路上齁 看它地圖的IG都很火紅的 它是黑色的地瓜球 然後它搭配很多口味 有煉乳有巧克力 居然還有肉鬆 所以我們這次等一下來吃吃看 肉鬆跟巧克力 超大的 這個叫什麼 地瓜球 我第一次看到地瓜球 而且沒有看到地瓜球加肉鬆 花生粉 然後這個是加煉乳跟巧克力 它一顆超大顆的耶 超巨的啦 那你是貢丸吧 對啊 那應該是海瑞貢丸吧 那個叫什麼 那個地瓜球加煉乳 我是可以想像 可是它是加 美乃滋跟肉鬆 花生粉 給你看看啊 你看裡面 很紮實 其實 完全無回合 真的喔 它吃起來就是鹹的 裡面是甜的 可是它那個甜不會太甜 就是裡面是吃起來很像是麻糬 麻糬加肉鬆 好吃耶 而且它外皮超脆 超級脆 它外皮真的很脆 哇 這個是裡面是空的 嗯 它裡面是空的 巧克力是帶苦味煉乳是甜甜的 這比較好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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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